歡迎收看這個小時的台灣大搜索 我是洪淑芬 力霸集團創辦人王宥增 涉嫌掏空公司700億潛逃海外 美國時間5月27號 在加州車禍身亡 小年89歲 王宥增曾經是傳奇的商界人物 從學徒變大亨 開過了舞廳橫跨金融 憑著靈活的手腕成為紅頂商人 在生前風流情蝕不斷 還愛跟女明星互動 花了56億蜂羊女人 紅粉之喜也很多 王宥增的一生大起大落 從工商大佬變成了通緝犯 最後是逃往海外特色香 美西時間5月27號的凌晨 洛杉磯高速公路發生連環車禍 當時王宥增的叫車起火燃燒 開車的王金是因受傷 死命要拉出王宥增 還是回天罰術 金金就告訴我說 確實29號那天車禍 他已經歸天了 我們會懷念他 他過去 二十郎當歲的時候 就已經縱橫在這個 百樂門的這個舞廳裡面 王宥增從百貨業的小學徒出生 後來在舞廳當跟班 練就了一身舞技 來到台灣之後 創辦新樂司舞廳 能言善道 靠著跳舞節是當時的 商界文人翁明昌 也就是翁大明的父親 1975年 翁老闆一死 立刻接受他的 夾心麵粉的基因權 和力霸集團 從舞廳大班搖身一遍 成為商界大亨 當年從翁大明的父親 翁明昌手中 拿下了力霸集團 那算是一個 拖音掠奪的一個模式 算是這個厲害 憑著過人的生意頭腦 王宥增迅速發展 自己的勢力 1982年 當選了商總理事長 後來更跨足政壇 擔任國民黨中常委 他在企業上面當然經營了 他自己的一套方法 所以你看到後來到企業的版圖 事實上跨出了所謂的紡織 通信業 甚至建築業 百貨公司 甚至娛樂業 媒體業 都有他的影子一個存在 善用他的酒色財氣 然後善用他的這個 攀附權貴的手法 然後讓他打造了 曾經讓大家覺得說 他自己的經營 很不得了的這種 立霸集團的王國 王宥增不僅利用武廳 跨逐政商界 打造他的金錢帝國 更因為出手迫挫 有數不完的風流情史 他是從武廳的小弟 這樣得起家的 所以他當然就是說 那個是在那個地方 可能讓他開始開啟了他的眼界 開啟了他的人脈 開啟了他對這個五光石色的社會 開啟了他對很多女人的看法 都是在那個時候所奠定的 王宥增成天混在女人堆 尤其拼愛女明星 大小老婆就有四房 尤其是第四房王金世英 小大21歲 早年出道時 就曾經在先任私舞廳住唱過 當時一名叫金晶 王宥增當然就是說 他也許先為他的歌聲所著迷 然後透過朋友介紹 就認識這個女生 真的是風情萬種 然後也是私下也是溫柔體貼 當然就展開非常非常熱烈的追求 那金晶其實在那個時候 他當然就說 演藝事業其實是蠻看好的 對王宥增來說 沒有追不到的女人 為了捧紅金晶 不但讓她從歌手 變成了電視台主持人 後來又去香港拍電影 這一切安排 只為了追求金晶 他說在一起的條件 就是要有完全的 法律關係的配偶 所以王宥增 才會跟大坊離婚 離了婚之後 然後當然就跟她變成 這個王金適應 就成為第二任的妻子 王宥增到哪裡都帶著金晶 應酬 然後說很多的出國 他都帶著金晶 因為金晶會幫他處理很多的 周邊很多的事情 我只有S9年級追她的時候 憲哥華的 現在有S9年級 S9年級的憲哥華 感謝副理事長給我這個機會 即使有了金晶 顯然還是不夠 王宥增還是不斷的登上 八卦緋聞版面 周刊也拍過說 蕭淑勝進出他的這個招待所 那你說金晶會不知道嗎 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王宥增的招待所 光是客廳就有50坪 一大張特別訂製的大沙巴 可以坐30人 每個星期 至少5個晚上會在這兒 飲酒作樂美女作伴 最特別的 還有造價百萬的按摩浴缸 當時也是台北市唯一 有按摩浴缸的私人招待所 作為這個女伴 作為陪酒的女伴的 她可能一開始就會送一些 名錶 名牌包包 當然如果說你已經固定了 可以伺候某些大董 可以伺候某些官員的時候 接下來她當然就會送車子 在電視上可能是非常清純 非常的玉女派的歌星 明星 可是竟然就是被傳 就是說真的有人看到 她在招待所裡面 就坐在大老闆的大腿上面 王宥增生前紅粉之幾多 當時即使了80多歲 頭髮依然烏黑 重養生 每天早晚都要喝燕窩 一個月要喝掉 三公斤的頂級燕窩 等於喝掉市面上的即時燕窩 相當於1000坪的量 一個月就要喝掉燕窩60萬元 還傳出了一份 王宥增的養生中藥材 這十幾種藥材的話 售價大概是多少錢 1500 1500 1500差不多 包括壯陽的蛇床子 易經寫的鎖陽 還有補盛氣的巴基天 補元氣的野三僧 結果替王宥增開藥進補的 是日本中醫新導友 自稱實習育醫後代 一鐵1500的藥錢 卻收費上萬元 遭媒體踢爆 讓王宥增服用的壯陽藥 一彎爆紅 我沒有辦法承受 這麼多的威脅跟恐嚇 甚至於監聽 然後跟蹤我的行蹤 那到了這個第三集 那當然就是說 你可能也成為他的入木之兵 就是應該就是陪他上床 那就看你跟他多久 來決定他幫你繳貸款的時間 外傳 蔡佳宏和王宥增交往三年 王宥增付了頭期款 用分期款控制對方 直到兩人鬧分手 他威脅我警告我不准交男朋友 或者是不准嫁人 王先生喜歡女明星的時候 是這麼大手筆 可是當你們發現了 就是糾紛爭吵的時候 其實也滿可怕的 你如果給我毒藥 我就會給你披霜 意思就是說 你絕對不能離開我 王宥增花56億養女元 又在掏空集團 資產700多億元之後 潛逃美國 即使名列十大通緝要辦 一樣風流快活 一次是叫兩個小姐 對小姐的態度還是會上下其手 習慣人家喊他Rich Papa 所以在整個逃亡的過程當中 包括他在上海 在美國 其實你到處都可以看得到 王宥增在舞池裡頭 把妹的這樣的一個身影 王宥增在美國跳舞把妹 王金士英一樣不理不器 不要動手 你幹什麼 你要幹什麼 你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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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幹什麼 你 防愛自由你知道嗎 每次遇到媒體拍攝 王金士英就會跳出來 護著王宥增 2013年 穿著西裝的王宥增 前往移民法庭報到 這是他過世前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快 快 等一下 快 等一下 不要 等一下 你拿手機回來 這不是很厲害 一把集團 大概將近4千億的這個規模裡面 其實一大部分 一大部分都是由金金在掌控的 王宥增的一生都跟女人 連結在一起 那當然他最疼愛 而且這個付出最多 後來到最後一刻 也是死在這個金金的開的 這個ODI A8的車子裡面 王宥增最後客死一箱 除了留下一堆爛帳 還有流傳不盡的風流史 還記得國小課本都告訴我們 端午節是為了紀念屈原 因為他忠貞愛國投蜜羅江而死 為了不讓河裡的魚蝦 來吃屈原的遺體 所以拋入了肉粽 不過真實的歷史 似乎不是這麼回事 這個屈原不僅是出生巫師家族 跟楚王還有親族的關係 身份相當顯貴 有學者考證認為 屈原沒有投蜜羅江 甚至有可能是遭到了謀殺 外傳他和楚外王的寵妃 鎮秀有特殊的關係 才惹來了殺生之禍 這是真的嗎 這跟巴蜀的神秘船官 又有什麼樣的關係 帶您揭開屈原的生死靈 光下 光下 當我親軍攻佔下楚國影都之後 驅子甚敢無力回天 絕以以死明治 懷石頭蜜羅江 自信哪 曲子 他去了 贾怡有一个调屈原妇 调屈原妇里面就是 然后他就听当地的人说 屈原在密罗江自成 然后他就把它写下来 西汉文学家贾怡 是最早提出屈原头密罗江身亡的人 不过屈原是春秋战国的知名人物 为何从战国的秦国史书都知自未提 直到汉代才出现如此的记载呢 他的死亡始终是个民团 在楚慈里面有一个哀影 哀影片 哀影片事实上是 那个影都被攻过之后9年 他重回就地在那边看 所以这种自杀说里面 有一说就是说 是白痴攻过影都之后屈原自杀 这一点就不可靠 后期许多学者认为 屈原不可能寻断 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 和屈原的特殊身份有关 他在自己的作品里面 也曾经有提到 在离骚有特别记载说 他以他自己是巫师的身份为荣 他们家族就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包括他的姐姐女婿也是 他们都是这种巫的系统 你看屈原的九歌 九章 其实这些都是祭祀活动 所以他这些篇章里面 并不是真正的 好像就是说 我们看到的优美的诗词而已 他就是一篇祭文 既然他是祭祀家族 就不可能自杀 因为在巴族人的信仰之中 如果自杀算是凶事 他的死后阴魂不善 会成为孤魂野鬼 你是得不到上天的任何祝福 你也没有办法召唤 所以他们知道这是一个禁忌 2004年的时候 有个学者考证说 他其实不是跳海生亡 而是他跟南后震袖的 私通东方事发 地支降西北主 木渺渺西 丑玉 念念的什么 居然最近做了一篇相夫人 正是献给娘娘的 她能表明下沉对娘娘的心机 他的相夫人里面 暗指很香就是楚国嘛 那夫人 楚夫人会是谁呢 就是郑秀嘛 就是认定说居然跟郑秀之间 有这么样一层的关系 你觉得我美吧 当然 杜若子的美 让居然欣赏 所以导致于楚怀王 心生不愤 就派人追杀他 那追杀他就是龙舟禁簿 这些刺客就把他抓起来之后 把他用瘦皮做的布袋包起来 还用绳手捆捆成绑 然后丢入江中 那这一段过程 后来被在河边的百姓看到 我觉得这个里面的一些推论 跟那种东西都叫断章取义 其实这个以居然的个性来讲 是不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最有可能的方式就是 他是自然而死 会有受众正经这样的看法 是因为居然在文章李骚当中提到 自己出生在迎年迎月迎日 加上后世推估 他死于白起攻入隐都之后 如此算来 居然死时已经六七十岁了 中国大陆有学者去研究就是说 屈原之死 但很可能是因为他是用船棺水葬 就是把他过世以后 葬在这个船棺里面水水漂流 不是说人摆在船上面就可以 你还要放一些沙 然后放一些食物 然后就这样子让他去完成这个祭司 他的亲友分别乘船 跟在船棺棺的两侧 还会丢粽子来作为陪葬品 祭司则拿着招魂帆 边喊着魂西归来 一直到这个船棺棺下沉到水底之后 才完全结束 可能后人去看了以后误会 认为说他好像自成蜜罗家 有种感觉 丢粽子的仪式也被视为是 不要让鱼虾去吃他的鱼皮 巴蜀一带有船棺葬 这样的习俗 屈原是巴人 因此极有可能是以船棺下葬 而方式有三种 船棺水葬 土葬和玄葬 目前考古发现 最有名的武夷山 悬在峭壁里的船棺 距今超过3000年 要取这具船棺是非常不容易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船棺根据我们的测量 它离地下50米高 这个崖地是身外傾斜的 比较地底下是个深谷 而谷队员费尽千行万古 掀掉钢绳再搭解荫木桥 好不容易进入悬壁上的洞穴 发现里面的棺木真的是船型的 而且重达500到800公斤 怎么放进悬崖绝壁上的山洞内 至今仍是千古难解的谜团 不过因为福建还有四川一带 许多居民都是靠水捕鱼讨生活 因此棺木做成船只的形状 但是有水葬 土葬和玄葬三种 为何屈原是水葬呢 如果是用船棺水葬的方式 那主要是因为他是首领 三驴大夫在楚国当时的时候 是非常受到敬重的 因为他有双重的身份 一个皇家的身份 一个祭祀的身份 所以他在楚国是相当有地位的 清正推行 虽大力出国 但必然会招致朝臣勋贵们的怨恨 老夫但求不像无子伤君那样 死无权食即可 因为他从来没有放弃 他知道自己不太可能会成功 可是他还是很努力地 想要去把他的主张给说出来 然后他有一个很强烈的爱国信息 大王 此事关系重大 多了 你竟然让大王向魏王赔礼告罪 臣以为曲座徒打着合纵的谎子 让我大厨包羞忍辱 知大王的尊严于勾取 小人的言语总是比较动听 还有就是君主想保有自己的一个地位 屈原这一派的声音就变得比较小 那他就一直被疏远 屈原两都被放逐 楚怀王也因为不听他的劝告 前往秦国 遭到俘虏 克死异乡 既为了楚景相亡也不相信他 最后楚国正如屈原所料 不不走向覆灭 所谓的自杀说 其实是一种阴谋论 这种阴谋论是符合当时的激励楚国的最好的方式 以当时那种状况来讲 屈原最好就是死了 因为这样可以做很多故事 鼓励这些楚国被王国这群人将来有机会 就处虽三户 亡情必处 我要效法屈原的这种爱国心 我永远不会忘掉他 5月5日 华龙舟丢纵子到河中的习俗 是早在屈原之前5月时期的祭水神活动 或许是因为屈原传关水葬的方式引来当地民众的误解 也或许是希望以自权秘罗江丢纵旧群原的动人故事 彰显动荡时代下的忠贞爱国情操 端午最被人尽尽乐道的 就是中国民间四大传说的故事之一 白蛇传 经常被翻拍成电视剧或是电影 而其中港星赵雅芝 在1992年电视剧 《新凡娘子传奇》中的白素贞扮相 被网友推为是最经典最有仙气 在台湾创效了全国30%的高收视率 也掀起了一股白蛇热 赵雅芝被誉为是古典第一美女 但是让人惊讶的是 已经61岁了 她还是像以前一样的美丽高雅 到底她是怎么保养的 1992年这部电视剧一推出 创下30%的高收视率 其中赵雅芝扮演的白娘子 温柔婉约又有仙气 网友奉为经典 也因为这样就是成为 后来的两岸三地 所认为白娘子就是 所以就是赵雅芝 因为非常非常的 跟以前的那种很传统的那种 那种白娘子又不一样 她就是美丽 温柔 然后又有很多的法力 除了赵雅芝之外 她在找在襄阳也很红的港星 夜童来反串演出 陈美琪就演青蛇 当然这组合对台湾观众来讲 非常非常的新鲜 因此这个收视率好得不得了 千年等一回 等一回啊 千年等一回 二十年后三位主角重唱当年的经典主题曲 让人惊艳的是 已经61岁的赵雅芝 依旧美丽动人 到底怎么保养呢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健康最重要 我觉得健康是从运动开始 跟饮食也有很大的关系嘛 那我基本上坚持自己要做一种运动 就是持之以恒这样做 不过你知道吗 这位布老女神 从小的梦想是环游世界 17岁就当上空姐 但两年后的一场全美比赛 改变她的人生 第五位赵雅芝小姐 方明是二十岁 我呢是刚毕业中学毕业出来 那我妈妈也希望我多拿一些 世卫经验 所以提名我去参加 1973年赵雅芝参加第一届香港小姐比赛 原本该是夺冠热门人选的她 因为个性太过保守 在表演泳装的时候得罪平胜 最后只得到第四名 却也开启她的演艺生涯 我知道你没有了心机之后我不开心 如果我的心机能够令你得到快乐 以我的能力能够做得到的话 这个就是我的原因了 这是赵雅芝第一副电视剧 虽然不是第一女主角 但亮丽的外形让观众印象深刻 也被当同小生郑少丘 清点演楚留乡的女主角苏蓉蓉 蓉蓉 我想你帮我做一件事 但我有怕 你以为我有不开心吗 秋哥呢 他是很会照顾新人的一个前辈 应该的 所以我一直都很感激他 他是新人 汪迷全还吃醋 你怎么老是要照顾照雅芝不照顾我 那当然苏蓉蓉跟楚留乡 就成为观众心目中的那种 男神跟女神 1980年赵雅芝在和周润发合作 演出《上海滩》 经典的主题曲传唱到现在 你心里 我也心 我不怕做寡妇 赵雅芝饰演女主角冯澄澄 美丽的外表加上不作作的演技 让她获得好评 成为香港无限四大花旦之一 不过就在赵雅芝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她却为了家庭占别演艺圈 在家相夫教子 是因为那时候她认识了一个医生黄先生 那两个呢很快速就结婚了 可是结婚之后当然就是他们 有孩子就立刻出身 其实这个医生是不希望说 他继续在演艺圈工作 认为说你整天抛头在外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新闻 甚至于跟很多的男明星这样这样 真真假假 戏里戏外 就会因为这样有一些冲突 争执 她跟这个老公实在个性 真的没有办法相处 所以那个时候两个就决定离婚了 第一段婚姻维持了七年 最终离婚收场 对赵雅芝来说打击很重 基本我也是很乐观的人 但是那段时期真的挺难度过的 因为那时也小嘛 第一次婚姻失败 我以前的期望就是好像妈妈说 做一个好妈妈 做一个家庭主妇就这样 所以那次挫折挺 摔得挺重的 我会觉得 我好像对婚姻没有信心 但是是 还好家人就一直鼓励我 支持我 离婚之后 这儿子重新回到电视圈 那个时候认识了黄景生 我不管你以前在特定组 是怎么英明神武 可是你掉到我们这儿来 就要从头开始 他其实在很多里面都演警官 演警司 赵雅芝跟他就是也是这样子拍戏 长期这样朝夕相处 就觉得越来越有培养出很多很多的那种感情存在 他们这样相处之后 其实两个人就决定说 决定这样厮守在一起 就结婚了 看到这位常在港片里扮演阿瑟 你一定很眼熟 赵雅芝还鼓励这第二任老公去考律师 也考上了 还有一幕秦仁政少秋和他所演的储留乡 每到了晚上8点 路上就没人车 这万人空巷 治安都变好了 稍后回到台湾大搜索 黄景生把赵雅芝跟前夫生的小孩一起住 他们都一起住 也事如己出 所以赵雅芝非常感念 他的时候就常常跟黄景生聊天 他认为说其实因为演艺生命来讲 都是很有限的 他就去黄景生去考律师 然后他去考律师考试 他就考过了 2003年以地梁家辉酒驾和公车擦撞 还殴打司机 被司机求偿300万港币 相当于台币1000多万元 当时帮梁家辉出庭变护的 就是赵雅芝的丈夫黄景生 最后赔4万港币和解落幕 夫妻就是要互相信任嘛 其实我也挺依赖他 比如说我很多事工作 比如说去外电 我的习惯要他尽量陪我 因为他也能给我很多意见 比如说工作上 或者他也是演员出身嘛 虽然他现在转了好 但他演员出身 他很多时候能给我很客观的意见 这些男人对我也很有益处的 有别于前任医生丈夫的不谅解 黄景生理解演艺圈的生态 也完全相信老婆赵雅芝 还建议他转战台湾 1991年赵雅芝和一幕情人 郑少丘再度合作 细说乾隆 皇上 您寂寞 我寂寞 是寂寞吗 不对 对的皇上 您一脸都是寂寞 去台湾呢 就是说我是一个也很愿意尝试新事物的人 起先到了那边 我就先用广的话 那他们那边的演员也挺惨的 那他们就有时跟我对手的时候 我就看见他们的样子 傻傻的这样看着我 那后来我就尝试用国语 后来也习惯了用国语 在戏里赵雅芝一人奔饰三角 隔年他在新白娘子传奇中 挑战边演边唱 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 成为当时片酬最高的宇文星 片酬最高不说 是照时间来算的 我一个小时多少钱 一个小时多少钱 所以那时候 因为他非常的红 已经在嘎戏很抢手 创下很多很多的记录 有专属的套房 然后他有从香港带助理来 然后他拍戏的时间 一天不能超过几个小时等等的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们一时想不清 尽管现在赵雅芝很少有戏剧演出 但他塑造许多经典倾向 让影迷对这位布朗女神 依然津津乐道者 您还记得台湾的第一部港片吗 在台湾掀起了港流的储流香 可以说是台版的007 当年播出的时候是万人空巷 每到了周末假日的晚上8点钟 这路上人车几乎近空 连警察都感叹 台湾的治安变好了 实在是太神奇 而饰演相帅的郑少丘 戏里跟美女们大谈恋爱 在心外跟已故艺人沈殿霞结婚 一胖一受惹获大家的眼镜 也带着奠定郑少丘 也是个三妻当红小声的安慰 都自信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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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这首储留箱 电视机前的五六年机声 是不是已经开始跟着奔唱 所以那个时候处理箱 真的是非常非常受欢迎 真的是可以用万人空相来形容 分分秒秒你都必须守在 电视机前面 可能你还没有开播的 前半小时就守在那里了 中间的广告也没有人敢 敢去上厕所 就生怕会漏掉一格画面都不行 32年前的回忆 有没有再次涌上心头 小时候的你 是不是也曾拿把扇子 跟着萤幕上的取流箱 一起施展弹植成功 里面的这个男主角竟然这么的帅 女生那么的漂亮 虽然是一个很大的那种 声光效果 娱乐的效果 再加上它的剧情非常的曲折 每一次都有那种 很厉害的武打场面 什么弹子神功那种的特效 所以会让所有观众 看得目不转睛 除流箱当时在台湾首播就紧多红 民国71年 还是只有老三台的年代 当时中式首开先例引进港剧 就是郑少丘主演的除流箱 播出后创下70%的收视率 我最记得那个时候常常有些朋友的聚会 比如说婚上喜庆或是朋友聚餐 大概到8点钟以前 你看人大家都走过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要回家去看出流箱 那那个时候大家讲说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犯罪率降低 因为计程车也不开了 大家都不出门了 如此空闲绝后的盛况 谁也没想到 因为在这之前 政府是禁止电视台播港剧或日剧的 而民国71年 中式为了在收视率上 搭败华社的综艺版 于是利用主办金钟奖的机会 可以引进外片观摩 就买了两集的除流箱试水温 没有想到那两集播出 对台湾人来讲 真是好新鲜 因为怎么会有港剧 然后用广东话发音 然后里面的演言巨男美女 然后那个剧情真是超好看的 因为大家知道除流箱就是一个 当时古代版的007 所以那是对台湾观众来讲 是很新鲜的一个尝试 除了华丽的武打场面 打斗石还有刀剑香吉的特效 看招 最重要的是 楚流箱片中还加入了 当时台湾电视剧 看不到的爆破场面 来自这个关锁 让你见识一下 当然 观众除了爱看楚流箱耍帅 更爱看他和剧中的红粉知己 朱荣荣 谈情出爱 荣荣 秋大哥 你终于来了 荣荣 一定受了很多痛苦 除流箱除了捧红男女主角 郑少丘 赵雅之 还有饰演宋田儿的廖安丽 李洪秀的高妙思 以及大反派无花和尚 管聪 你放心 我会对付楚流箱 回到电话 在台湾很红 我说红什么 他说楚流箱 我都忘记了 只有五年前的时候 我觉得很惊讶啊 不然就 怎么会那么红啊这边 然后那个叔叔说 连晚上都没有人 我以为是假的 结果是真的 我真的是这样 后来才知道 就是楚流箱带动的港剧热潮 却也影响到了台湾恒火事剧 于是新闻局不得不出面干涉 规定三台不能连播港剧 必须要四个月轮流播出 楚流箱 因为它有65集 终于播一播四个月到了 播完怎么办呢 只好让华视接着播 所以这也是创下那首港剧 大家连流播这样子的一个先例 楚流箱之后 三台又引进了天残变 杨门女将天龙八部等港剧 不过为了保护本土演员 民国73年 新闻局禁止三台再播港剧 但山不转路转 电视台干脆直接找港星来演戏 最久心有情却若无情 郑少丘第一个到台湾 再拍楚流箱新传 于是全台又掀起了相帅热潮 不过这回大家注意的 不再只是郑少丘 还有她的另一半 菲菲沈殿侠 其实菲菲本身在香港 非常非常有地位 只是她的外形是属于一种 比较就是邪心型的 就所谓的女丑 丑角的丑 就是一个女丑 那平常圆圆胖胖的 那郑少丘又是一个 玉树临风的 所以两个人真的是 其实在外形上是很难相配 就觉得说这怎么会是 这只能是牢来跟哈台那种感觉 除了郑少丘和沈殿侠的外形 不是一般狼才女貌的印象 再加上菲菲在香港演艺圈的影响力 虽然是郑少丘事业上发展的助力 却也是两人婚姻相处的障碍 就在郑少丘在台湾拍出 相众转的时候 她认识了同志的恋人 关金华 男人戏里其外都擦出五花 陈殿侠以为结了婚就能完全 拥有郑少丘的心 甚至用怀孕 确立自己的正宫地位 却在加拿大生产的时候 意识到郑少丘的心 已经不在她身上 她还拿了那个视频在旁边拍 我那时候我自己心里头 我已经有个感觉 我已经觉得 我身边的人已经开始变了 可能我这段婚姻 是不是有希望的 1988年女儿郑敬仪才八个月大 郑少丘和审殿侠离婚 而隔年她就来台湾 迎娶关金华 郑少丘做这样的决定之后 当然所有的香港演艺圈 对关金华就引起公愤 所以关金华真的也因为 跟郑少丘在一起之后 再也没有涉足演艺圈 郑少丘她到底有没有利用沈殿侠 而让她成为真的变成一哥 我觉得当下来讲 她应该是很感激沈殿侠的 也就是说他们从普通的朋友 到后来沈殿侠一直帮她 到她真的红了 所以从感激了恩情变成爱情 这中间的转变其实也应该是蛮微妙的 所以他们在一起到底是恩情还是爱情 还是其实应该到 应该是郑少丘自己心里最亲 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从来都没有穿过婚 我因为我认为一个女人最开心的时刻 就是穿着婚纱走到你心爱人的身边 只指指手鱼几开了 但是我认为这种情形没有发生过在我 我...没有 表奇和郑少丘的过往 沈殿侠与带哽咽 这段感情带给菲菲的情商 离婚多年后 她依然跟耿于怀 而且有一次 终于他们这一对前任夫妻 在一个节目里面 正好就上节目接受神殿下的访问 我始终是我心里面下一个 Question mark 我今天想借这个机会问你 一句而已 你只要答yes or no就行了 在这十几年里面 你有没有试过真真正正正的 喜欢过我 我想知道这件事而已 我真的很喜欢你 谢谢你 你看这个分手这么多年了 还这样这么在意郑少丘 爱不爱她 那郑少丘当时的回答是说 有 我有爱过你 他们是先从友情变成有 这个所谓的恩情 那这中间的爱情的成分 因为夹杂了太多复杂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很多的爱情 她就是因为这样而辨识 同样的郑少丘 系里的她虽然风流 但唯独钟情孤文 然而戏外的储油香真实人生 感情似乎并不如戏中 那般潇洒 天山我独行不必伤怂 你知道台妹十祖是谁吗 十三年前 闪亮三姐妹比谢金燕还早就唱摇滚电音 当时席卷的台湾侍卫 但后来去了哪里 稍后回到台湾大搜索 回到台湾大搜索 来看到发烧话题单元 在十三年前 史上第一组台妹团体 闪亮三姐妹 以怂够烂的特色出道 宅在谢金燕之前 就以摇滚电音造成一股台妹旋风 更是让他们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 狂捞两千万的酬劳 而这几年淡出了荧光幕的他们 曾经因为外公家族的争产风波 一家人在外公的公计外抗议 闹上了社会的摆面 但如今挥别的阴霾 几年不见 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现在在做些什么呢 带您来了解 还记得这个超Logo的女士团体吗 给我几秒钟 都在一瞬间 失去你的快乐 回到我深 台湾第一组电影就是我们 快来快来约我 快来快来约我 我是你的心宝贝 快来快来约我 我们就是台妹 就是那时候我们就叫台妹十组 台妹十组 海蕉跳台客舞 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刚才那个就有那个明明 老婆做这个砍梦的 不是 这真的是台客啦 对嘛 你那我是减穿 今天才说三而已 这我也会选择 这三个女孩去给我们老婆 跟他老婆 跟他拖一拖都不过 十多年前 这个松果拉的闪亮三姐妹 有人觉得老土 怀疑他们到底怎么出道的 但其实三姐妹的出道方式 可是跟杀很大的瑶瑶一样 正常 这游戏公司以前都请大明星来代言 我们逆向来操作一次看看 结果逆向操作一泡 白金星彩币 全奇大金星 500万典离 当时三姐妹还只是国高中生而已 广告一出唱片公司邀约不断 不走美女路线的她们 反其道而心 半年内迅速窜红 甚至在三个月狂撈将近2000万 大姐她算是比较迟钝的一个少女 然后她每次都会在家看电视 然后就看到闪亮她们的新歌 快来约我 她就说 快点 你教我跳闪亮的舞 然后我就说好 我教你 就是那个快来快来约我 快来快来约我 我是你的星光妹 光是这支舞 大姐大概练了快一个月吧 她就一直很古早说 到底这边要走几下快来快来 就是会沉浸一种 就是食品接条的状况 神浪三姐妹的特色还有无厘头 小小啊 小小啊 姑娘酒窝 小小啊 中三人随时都会唱的 对 因为本来是小小 小小 姑娘酒窝 小小 就无聊掉了 小小啊 小小啊 所以说任何歌都可以加是不是 还好要看她的曲风 比如说阿妹的 听海枯的声音 吓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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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任何歌 你也要加都可以是不是 你会哄 我们是收视率的保证 所以我们总要搞一些搞笑 或者是惊爆的内幕 你为什么偷取唇美的台词 有啊 你这会哄的 那才是收视率的保证呢 曾经是收视率的保证 这几年却淡出荧光木 她们到底去了哪里 哈囉 大家好 我们是 闪亮三姐妹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大姐小鱼 哈囉 大家好 久不见了 我是二姿小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坐里长的三妹小鱼 给我几秒钟 都在地瞬间 失去你的快乐 回到我身边 快来 快来 约我 自己Q的 自己Q的啊 好吧 可能真的太久没面对镜头 有些生疏 就连经常带他们表演的爸爸 采访到一半也 不是... 是在管是在管 不是 我们在访问耶 天啊 都在访问 不好意思 太久没放镜头吗 不是 一家人NG连连 但你注意到了吗 今年不见 似乎姐姐们发福了 我现在个人是 除了演艺事业之外 我自己有一间这个制作公司 在戏剧的部分 是老板也是制作人 转变最大的 就是今年29岁的小妹江沛莹 江沛莹 加油 一人当选 我家有八个人 绝对我们的名服务 胜出老里长200多票 惊险当选 2014年底 成为了全台最年轻的里长 由艺人身份抗整潭 北北里长来了 我过来 你给你拍 好不好记得我吗 记得了 以前是娱乐观众 现在是服务李明 有一回 李明碰到如同杀人犯正洁的男子 让他吓了一跳 国中生就从那边巷子里面 走去去找我 他找我的时候就好像 那种感觉很像是什么样 被追杀那一种 他们就跑来跟我讲说 那个林安琪姐 我跟你讲 那个我们围墙那边啊 有人啊 拿刀啊 然后在那边挥 我说蛤 在哪里 就马上就骑着摩托车 跟我爸两个 然后就直接来到这边 当时怪一男子在校园外 不停挥刀 还大声咆哮 他想说你们不要搬过来啊 我拿恶魔啊什么 我有宝物啊什么的 对 其实就很明显 你就是玩现在的游戏 然后沉迷 那我们就跟他想说 那好 我们不过去 我们跟你同一组的啊 你忘记了吗 就你帮我加进去好友的啊 对... 反正你也不知道 讲这讲错啊 你也是玩游戏的 对... 就说我们一起来 现在的那个装备好不好 对 可是我们就看 你现在那个刀子已经没有 现在有更厉害的 对 我们就这样 一直跟他炫到炫到炫 然后他觉得 他觉得好像是 好像是你跟我同一组这样子 然后才开始把他的刀子 换下来 利用对方沉迷 献上游戏的心理 就这样击退了回刀男子 对小妹来说 一千只要在台上唱唱跳跳 如今面临的是更多挑战 只好先把谈恋爱各一爬屁 自己个人觉得他做里长的时候 就会变得很强 所以就有点让人家会有点难兴奋 然后加上他又没有时间 所以他现在就开放征婚好了 你觉得怎么样 不是我 跟你的弱道 你是不是给车瘟了 很优异耶 银行车 我会去骑着这一台 然后像那个电线杆上面 会有那个广告档什么的 我就会去把它撕下来 没空里魂营大事 只忙着管理上的大小事 问三姐妹有可能再出唱片吗 她们笑着说 暂时不会 看来要见到三姐妹迎关幕前 再度合体 有的等了 我们从真实的故事中渐网之来 进去人生经验 台湾大搜索在每周六的晚间九点首播 隔天周日的下午四点重播 我是洪淑芬 我们下周见 我开心我空隐 我山飘磨影中 云彩飞去 余却不去 仍得一山清风 陈天不够刺心中 来得我去也 对我 我好像 我顺着 有什么